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 今天我们的学习主题是 沈宝珍与刘明传对台建设 学习重点一 了解沈宝珍对台湾的建设 二 了解刘明传对台湾的建设 清朝初年 清朝政府将台湾视为偏远小岛 甚至一度因为担心 反清复明的势力再起 禁止沿海居民来台北肯 后来才逐渐开放海境 不过清朝政府的制台政策 仍然十分消极 一直到清朝末年 外国势力进入中国 清朝政府才逐渐了解 台湾战略位置的重要 尤其在一件事的发生后 更让清朝政府彻底改变了态度 西元1871年 一群琉球渔夫因为台风而漂流到台湾南端 他们误闯原住民部落 因为语言不通等等误会 遭到原住民的伤害 三年后 日本以此为借口 派兵攻打牡丹社部落 最后清朝政府同意赔款 日本才撤兵 这件事促成沈宝珍来台 加强台湾的防御能力 以防止外国侵略的野心 沈宝珍是台湾的海防侵差大臣 他建议清朝政府积极治理台湾 也鼓励大陆人民来台开墾 沈宝珍的在台建设 首先是废除渡台禁令 沈宝珍来台之后 向清朝政府奏请 增设府县 让我们来看看这两张行政区 大家有没有发现 右边这张图多了哪一个行政区呢 答案就是沈宝珍来台后 新设的台北府 增设台北府等行政区 获大政府的管理范围 也加快了台北的开发速度 沈宝珍的在台建设 另外一个重点是军事建设 沈宝珍新建一载京城 他希望这座固若清汤的城池 能存在亿万年 守护着台湾这座岛屿 这是台湾第一座现代化的西式炮台 由称为二昆森炮台 沈宝珍为了开发台湾山区 预计开闭三条道路 其中一条由南投通往花莲 称为八通关古道 这是台湾第一条东西横向的越山道路 人民可以入山开采资源 也加强了对原住民的管理 沈宝珍套吻了台湾发展的第一步 刘明川进他之后来台 更奠定了台湾现代化的基础 西元1884年 清朝与法国爆发战争 战争迫及基隆 互为等地 经过这次事件 清朝政府更感受到台湾海防位置的重要 西元1885年 台湾从福建分出 单独建设 刘明川就是台湾的首任巡抚 巡抚指的是行省的最高首长 刘明川首先调整行政区 以加强对台湾的管理 他积极地清朝土地 增加赋税收入 我们可以看到 1887年到1895年的台湾行政区 已经成为了三府 一周十一线三厅 刘明川购置轮船 行驶台湾中国 也规划修建基隆到新竹之间的铁路 西元1887年 一条以大道成为中心的铁路开工了 当刘明川离开台湾时 铁路已经可以连接基隆与新竹 可惜机院的巡抚因为经费不足 放弃了原本要开掉台南的铁路 现在的台北228公园中 还可以看到当时的第一个火车头 藤云一号哦 此外刘明川还铺设电报线 并且开办邮局 不但能加强各地的联络 也促进了台湾对外通讯 还有运输的发展 7月1887年 台湾建设完成 刘明川重新规划街道 用石块铺设道路 引进人力车 还有马车 更令人惊奇的是 他在大街上装置电灯 又圆又亮的灯泡 让台北全突然大放光明 街上的民众都大吃一惊 因为那时的中国人 还在用花生油点油灯呢 刘明川同时开办西式学堂 教授英文、法文、数学等课程 并且大量新建商店与民房 刘明川对台湾的贡献很大 台北市的明川大学、明川国小 都是为了纪念他而取名的 经过沈宝珍、刘明川等人的积极建设 使台湾逐步的现代化 成为当时清朝统治下 最进步的地区之一 在今天的台北市政府内 有沈宝珍厅与刘明川厅 就是为了感谢前人对台湾的贡献 谢谢你的欣赏 记得要看下一集哦